欸 重庆小麵 昨天在董营上面有刷到 原來Churrasco 所以還可以吃 還有我最愛的酸辣粉 美女要試下 這裡是新開的重庆麵館 你看起來不像賣麵的 正不正宗的 肯定正宗 因為這已經是第二家粉店了 我們老闆跟師傅都是重庆人 肯定正宗 OK OK 看起來是挺正宗 進去試一下 用大量雞肉和大骨熬煮湯底 真材實料 麵條新鮮製作 新鮮燙熟 倒入特調湯底 加滿滿肉碎 最後撒上花生米 第一碗展中的重庆小麵 製作完成 Yeah 這是你的重庆小麵 重庆小麵 這是免費的四川泡菜 還有免費的 每一次在多印刷到的重庆小麵 終於有機會吃到你了 這個辣度很嗆 第一口下去就嗆到了 而且很香 然後這個麵是滑的 一吃就吃得出是新鮮做出來了 這是你的酸辣粉 每一次吃酸辣粉都是吃杯麵的 終於可以吃到先煮的了 哇這個麵 很滑啊 紅薯粉QQ嫩嫩的超滑 而且還要是酸酸辣辣的 吃起來超開胃超爽的 這裡還可以吃到很多中國特色麵 你看這個酸菜魚做成湯麵 看起來就很好吃 不過不要信我是這個紅燒牛肉麵 還有是牛腱肉耶 這部位真是很嫩喔 而且這個很入味 吃下去就帶一點辣了 來這是水煮魚 中國殘教菜之餐一定會遇到好朋友 有手撕包菜小炒肉 還有這個辣子皮一定要吃囉 這很脆耶 有很香的花椒味 它是屬於越咬越辣的那種 你看它的酸菜魚很大碗耶 看看這個水煮魚 有點誇張啊 那辣椒多到魚肉看不到耶 這個真的很辣耶 而且這魚肉很滑稽滑下去的耶 還可以吃到餃子跟人人都很愛的南瓜餅 外脆內軟 所以還可以吃烤串 吃一下這個三層肉 新鮮烤出來就不一樣 吃烤串就是要配中國啤酒 出來有青島咧 還有這個哈爾濱啤酒 跟這個第一次見到的大巫蘇啤酒 老闆講是從新疆來的 哇吃到很飽喔 是不是很正宗咧 那個麵是很正宗啦 但是你這個就再念念啦 下次啦下次啦